记者陈文禅、陈新宇综合报道,新北市一名陈姓民众在巴里渡船头工厂,走失年老几乎失明的马尔基斯券堂堂,没想到新北市公立收容所竟将劳权载质荒山丢弃,所幸经脸书社团写巡后才找回爱犬,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质疑太扯了,痛斥新北市公立收容所残酷冷血, 要求动保处长等人应下台负责 对此,新北市政府动保处长陈渊全回应,获报后立即主动侦查,其中住区受以鹏鸣法独到部州即刻调离限制静待调查,令二名动保员已停止一切勤务,同样静待调查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,巴黎动物之家三名同仁已严重失职,为善尽保护动物之责,为被照顾动物初衷,行为已严重损害本出形象,因此住区受以鹏鸣法独到部州即刻调离限制静待调查, 并指派处本部企正接管动物之家彻底清查,令二名动保员已停止一切勤务,静待调查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进接或投诉 新北市一名陈性民众,本月7日在巴黎渡船头工厂附近,不慎走失以年劳皆激进全盲的马尔基斯劝堂堂 四主四处斜巡后得知爱犬已被送至巴黎消防队,并转送新北市巴黎区公历动物之家 没想到有好心人时或经巴黎消防队转送新北市公历收容所后,所方静在不到24小时内,将这只牢犬载至林口与五谷交界的荒山中丢弃 公历收容所人员向四主表示未收到该犬,经四主委请警方调查后,才得知堂堂已被所方人员载至林口与五谷交界的荒山中丢弃 陈性四主气愤之余,贴文至巴黎当地社团协巡,好不容易才在五谷山区找到患有白内障激进失明 嗅觉听觉都不好的堂堂,孤零零躲在草丛中发抖,索性经脸书社团写巡后才找回爱犬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发言人倪京台说,年老的家犬完全没有野外谋生能力 更何况堂堂又患有白内障,视觉与听觉都不好 新北市动物之家的人员将堂堂弃至山区,简直是让他活活等死 倪京台说,政府不断在劝导民众不要弃养 没想到自己却做了最坏的示范 实在不可原谅,倪京台痛斥新北市动物之家弃犬相关人员实在愣血且毫无人性 不知还有多少伤病老犬被这样丢弃 呼吁新北市长朱立伦应严惩失职人员 尤其新北市动保处长更应下台谢罪 倪京台指出,台湾自去年2月实施流浪猫犬灵扑杀政策后 衍生许多更可怕的问题 各县市政府的收容机构因收容空间有限 多数已成饱和,尽多出少导致收容所爆满 疾病更易传染,甚至像新北收容所人员一般 将任养钱利差的老病犬直接丢弃 如不从教育等方面助手,问题恐怕越来越严重 倪京台说,动保教育的效果缓慢但成效 持久,养成民众绝育与不弃养的观念 可以有效减少收容所的负荷 因此,政府配合民间团体制校园举办教育推广活动 非常重要,倪京台也呼吁各县市动保单位能更落实精准捕捉 即除非犬只有相当的攻击性 且审慎查访当地民众确认后 在进行捕捉,许多流浪犬在当地与人和平共处 实在没有一致收容所的必要 尽忙老犬丢弃山须等死 动保团体要新被动保处长下台谢罪